这是人往互扩步入波罗尼多金苏 也称为青龙苏 是唐长时候良彼法斯 所作的仁往互扩的诸解 这里面对于世尊法运 有简单的解释 佛法 正法 相法 末法 它是有教有行 有得果真 名为正法 有教有行 而无果真 这叫相法 唯有七教 无心无正 这叫做末法 这个解释也非常之好 完全从实质上来作业 有教有讲经的人 摄述 摄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佛讲经 许诗多多的弟子在家出家 听经 学习经教 那能将经教 落实到 到自己生活当中 有行 有正 正是正苦 从小成粗苦 到大成菩萨 确实有真 这就是正无法时期 一般说一千年 也有人说五百年 两种说法 经论上都有一句 佛长述 佛长述 他的法运一万二千年 一万二千年之后 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就消失了 完全没有了 经典也不存在了 那么佛灭度 到我们今年 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是三千零四十一年 中国老一代的法司 居士都用这个纪念 那么佛灭度 到今天 是三千零四十一年 跟外国讲的不一样 外国说的是两千五百五十七年 相差有六百年 不一样 那么中国人重视历史 重视考据 所以我们相信 过去的这些族思大德们 他们说的是有根有据 应该可以接受的 那么一千年之后 就第二个一千年 众生的根性比不上前面 唯一有 这个是有教有心 没有过正 这叫想法 想法呢 也是一千年 有教 有修行 在中国 我们看到佛法传到中国来 正是释迦牟尼佛的向法时代 禅定成就 所以禅宗 在中国非常普遍 寺院安堂 别人都看到颤子 那颤封定神 这是向法的促起 向法的默契 逐渐衰了 将学的风气 兴起来了 那就叫华言 天台 三论 法相 都是讲经的法 有讲经 有听经 真正修行的人很少 正国的人没有了 找不到了 这是想法 这是想法 末法时期呢 唯有其教 无心无真 佛灭度 那佛灭度 年安千年以后 我们现在 不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往上去 一千年 都是属于魔法 讲的人有 讲的人还不少 因为我们往上去推 可以推到宋朝 宋元明清 都在默契 都是释迦牟尼佛默契 那么宋元明清 历代的高深大德 讲经教学 留下来这些资料 他们的著述 我们看到了 有不少书在大赞经里头 这就是有教 唯有其教 学的人不认真 认真修行的人很少很少 纵然认真修行 除念佛往生之外 没听说正国的 年小成粗骨虚脱缓 都没听说 阿罗汉就跟波比说了 这叫末法 末法要爱你 那么这些年当中 已经过了一千年 后面还有九千年 九千年末法是什么样子 我出学佛的时候 就这个问题 向张安家大师请教 大师告诉 九千年当中 有心有衰 那在我们之前 宋元明清 是心 清朝末年之后到现在 这是衰 这是第一个心衰 将来呢 还会心起来 先起一阵子还会衰 那么这九千年呢 要心衰很多次 根据过去的经验 大概每一个一千年 大概每一个一千年 前面五百年 有新的现象 后面五百年的衰的现象 那我们现在正碰到第二个一千年 第一个一千年 末会就衰 我们见到了 现在摔到 现在摔到底谷了 不能再摔了 再摔会灭亡了 应该有复兴的现象 这些年来 我们在国际上看到的语言分 佛家讲法语言 这个法语言呢 是个新的法语 是个新的法语言